老弟们好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这个 之前在直播里播过 但是我这样拍更清晰 现在是白天看得更清晰 看一下开窗部分 这个是个冰晴料 冰晴料 还有侧面 看质感 这种质感就是冰了 没毛病了 然后这个石头长得比较匀称 也就是说这里有锁着味 这边反过来也有锁着味 所以这个料你可以这样切 当然也可以这样切 不管怎么切都是堵四条 不管你怎么切都是堵四条 所以这样呢 它这个出锁着的概率会更大 因为石头嘛 你哪块石头切了没有链 那是没有的 你看链的走向 比如说有些链少的 它的走向是这样走的 那我们就这样去锁着 如果它的链是这样走的 对不对 横着走这样走 那我们就这样去锁 所以啊 这样的料子啊 它出锁着的概率更高 会更高一些 有些料它是扁平状 它只能往一个方向去 比如说它那个裂的方向不对的话 那就错不了所做 这个我这样一说 大家就明白了 然后皮壳也相当的完美 相当完美 没有明显的扭裂 什么叫扭裂呢 扭裂就是那个像生钩一样一条 钩钩一样 那种叫扭裂 像这样的啊 它是翘壳 它是这样的 这样做的 是不是 它是这样做的 这个我们叫翘壳 像一个壳一样在上面 扭着 扭着 还有这边 这里有凹口啊 有凹口 但是没有扭裂 还有这边也没有 也没有扭裂 然后我们打灯 看表现啊 看表现 什么叫好的翡翠 没有压灯是不是 灯都没有压下去 而且还是白天啊 如果你黑房子里面 那表现更好 看得懂的人 这样打灯 它已经看懂了 白天打灯有这么好 那说明这个品质非常好了 那说明这个品质非常好了 那 是不是 这些肉眼都看不见 绵啊 记住 我说的这个绵啊 如果从真正意义上去说的话 每个肥翠都有棉 都有棉 你就是玻璃种都有棉 没有棉的肥翠不存在 但是以我们肉眼的标准去判断 也就是肉眼看不到棉 那已经品质达到很高了 这句话听懂了没有啊 真正意义上 你用仪器去测的话 每个肥翠都是有棉的 但是用肉眼去看 我们看不到棉 已经是非常好了 已经是高端肥翠了 棉已经化了 说明 因为我们肥翠啊 带在身上啊 不可能说是谁拿个仪器啊 我拿来测一下 拿个放大镜 写微镜看一下 对不对 我们都是肉眼去看 肉眼看上去 它已经没有棉了 那说明这个肥翠的档次 已经非常高了 那说明这个肥翠已经肿老的熟透了 我们就 这个熟透了 才会棉 才会花开 如果没有熟透 它那个棉是化不开的 当然这个里面 有可能化得更好 有可能化得更好 但是里面有堵嘛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 没有人说是 这个石头里面怎么样 都能知道 那全确是扯淡 忽悠人 骗人 对不对 里面我们是看不见的 任何人看不见 那里面有堵啊 然后这个部位更好啊 这个部位呢 已经达到了剂面级啊 这个我们靠上 这个不好放 不好放 不好放 我靠着这个地方 然后打灯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部位啊 这个部位啊 这个品质更高 更高 是不是更高 完全更高 比刚才那个 正面开窗 这个品质更高 是不是 放大了开 是不是 啊 啊 这里有一点是灰尘啊 高不高 这里完全达到剂面级别 冰情啊 这种切薄了会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啊 这个料我们基本上也看得差不多了啊 实际上你其他的地方啊 都是有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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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你开窗部分也就这么点表现 对不对 这么多表现开出来就这样 整个表现啊 不是说啊 开窗部分有表现 其他地方没表现的 它是整个都有表现 这边皮厚一点 都是有表现的 都是这 而且你看这里还有飘花的 啊 还有飘花的 可能有飘绿花啊 飘洋绿 有可能 都是表现啊 都是表现 翻沙均匀 都性好 是不是 都是表现 都是表现 你哪里打灯都是表现 看没有 啊 这种老怕感的很少啊 老怕感 这种你看 有 红色的啊 有红色的 那种皮 那种皮 像那皮 又不像那皮 的 脱掉了 这是老怕感 灰烏沙 这种很少啊 快绝迹了 快绝迹了 这种 那喜欢我们的频道啊 呃 点击一下订阅 还有小铃铛 啊 好料啊 这个真正的毒性又好 正儿八经 有品质的货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 再次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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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